其实这一点呢 我们很多朋友熟悉中国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 刘思欣写的三体 三体里边对这个有非常淋漓尽致的科幻 他甚至把这个呢上升到整个宇宙 他不光是人类现象 所有宇宙文明都存在这种法则 说在宇宙当中各种文明啊 就是在黑暗的丛林当中拿着猎枪的猎手 前面出现了动静 他本能都要开枪 把这个声音来源方向那个东西消灭掉 为啥 说你是个动物 你有可能攻击我 我先下手为强 如果你要是跟我一样的 这种文明生物 我不知道你对我是有害还是无害 你可能对我好 也可能要弄死我 那咋办 你既是有一半可能弄死我 那我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造样 我先开枪把你弄死 这就叫黑暗丛林法则 这看过三体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中国人民解放局第二炮兵 红岸红城民147自强会发生 受全确认完命 30秒到处 消灭人类暴政 世界属于三体 世界属于三体 你死心琢磨琢磨 他确实有一定道理 就是争取主动 在黑暗丛林当中未知的情况下 我鉴别你对我好与坏 这个成本太高 承担风险太大 那我就先下手为强 先把你弄死 你看对于这一点呢 咱们有好多人类 社会活动的例证都能证明 咱们说历史上 很多朝代的皇帝啊 一旦是天下太平了 杀功臣 尤其是呢 杀这个军事将领 为啥 怕他们造反 有人说对你忠心耕耕 你对我忠心耕耕 不见得对我儿子忠心耕耕 将来你们造反呢 有人说那这些人忠臣呢 有很多呀 你杀了这不等杀冤枉了吗 可是问题是 皇帝要鉴别谁是忠臣 谁是奸臣 很难 人形格度皮 做事两不知 你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那么鉴别他是忠臣和奸臣的成本 是非常高的 为了减省成本 有一个办法 管你忠臣奸臣 你有能力军事将领 我统统都杀了 一劳永逸 就不管你忠臣奸臣 我一杀了 首先目的达到了 不再强有力的人造反了 那至于你失忠是奸 不在我考虑半分之内 我为了节省我的成本 最终达到安全的目的 所以这其实也是 人类一个固通的心理 所以在科幻电影里头呢 不仅仅写未知生物 未来的智能 说他怎么怎么样 这是幻想类的 基于人类这块不是幻想 高度的现实 就人类的心理状态 所以我们说 好莱坞的科幻电影 它为什么好看呢 有扎实的科学知识做基础 有反思科学的东西 做精髓内核 同时还有反思 人性和人类心理的东西 能够让你感同神兽 一追就能够扎到心底 所有这些东西混到一块 多管其下 不怕你不就犯 不怕你不愿意看 所以我希望 我们的这个 科幻电影 也能够像好莱坞科幻电影 具备这三重意义 那么眼下呢 根据刘思新这小说三体啊 这电影已经开拍了 我是希望以这部电影为起点 中国的科幻电影 能同时兼顾上边几个要素 能给中国科幻电影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感谢观看